恐龙时期的鳄鱼凭什么能逃过大灭绝? 鳄鱼是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 它们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 可以一直追溯到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 鳄鱼与恐龙共同存在了大约1.61年的时间 直到大约6600万年前 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导致了已知地球上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白鳄纪古晋纪灭绝事件 在此次事件中 地球上有大约70%的物种都消失了 但鳄鱼却幸运地存活下来 而在现代地球上依然存在着它们的身影 这就有点令人好奇 既然鳄鱼是恐龙时期的物种 那它们凭什么能逃过大灭绝并存活到现在 本期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大约6600万年前 当那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时 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这引发了全球性的地震、海啸以及火山爆发 与此同时 在猛烈的撞击中 小行星携带的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转化成了热量 进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其威力大概相当于100万吨TNT同时爆炸 爆炸产生了极高的温度和压强 使得撞击区域中大量的物质都被融化 甚至是直接蒸发 至少有20万亿吨的高温融融态物质被抛入高空 但在地球引力的束缚下 这些物质中的绝大部分都无法离开地球 于是 它们就一边在大气层中高速飞行 一边不断降低高度 最终化为炽热的流星火星 广泛地坠落在地球表面 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森林大火 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了巨量的尘埃 灰烬、气溶胶等细小物质被释放到大气层中 随着大气的流动 它们很快就笼罩在整个地球的上空 遮天蔽日的细小物质久久不散 使得大量的阳光无法抵达地球表面 进而造成了核冬天的效果 核冬天直接导致了陆地上的植物 以及海洋中的藻类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合作用 于是 自然界中的食物链就从底层崩溃了 实际上 在白鳄纪、古禁纪灭绝事件中 真正造成包括恐龙在内的动物大量灭绝的原因 正是食物链的崩溃 也就是说 它们是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灭绝了 那鳄鱼凭什么能逃过此次大灭绝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它们特别能挨饿 鳄鱼是一种肉食动物 通常情况下 鳄鱼都会采用一种非常节省能量的捕猎方式 它们会长时间地潜伏在猎物可能出没的区域 等到食鸡成熟的时候 它们才会抱起攻击 如此一来 它们就可以大幅地降低捕猎时的能量消耗 但这样的捕猎方式 却有一个不足之处 那就是 它们并不能保证 每天都会捕捉到猎物 这会造成鳄鱼经常处于一种 饱一顿、饿恩顿的尴尬境地 不过 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 鳄鱼早已具备能够长时间挨饿的本领 一方面来讲 鳄鱼的基础代谢率很低 在静止不动的时候 它们只需要很少的能量 就能维持自身正常的生理活动 另一方面来讲 鳄鱼还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 它们可以一次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 大约20%的食物 它们的胃酸非常强 并且还可以调节自己的PH值 以适应不同类型的食物 除了常见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之外 鳄鱼还可以消化骨头、甲壳和角质 从而尽可能多地榨取食物的营养 除此之外 鳄鱼本身还是变温动物 它们不必像恒温动物那样 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来维持恒定的体温 这无疑进一步降低了鳄鱼的能量消耗 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 相同生物量的鳄鱼所消耗的能量 连恒温动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鳄鱼就特别能挨饿 人们早已观察到 在饱餐一顿之后 鳄鱼可以好几个月都不需要再吃东西 在极端情况下 有些鳄鱼甚至还连续创造了三年不近十的记录 要知道 那颗小行星制造的河冬天虽然很可怕 但是其持续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长 在过去的日子里 科学家利用不同的计算机模型 对其进行了多次模拟 模拟结果显示 这场河冬天的持续时间最短只有几个月 最长也不会超过十年 而以鳄鱼强大的抗鳄能力 它们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幸运地挺过这段时间的 除此之外 鳄鱼的栖息地是像湖泊、河流、沼泽、山溅这样的潮湿区域 而这些区域的地势通常都比较低 在河冬天期间 大量生物死亡后留下的有机物会向这些低洼区域聚集 进而滋养出大量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又会成为像小鱼、小虾这样的小型动物的食物 虽然小鱼、小虾能够提供的能量并不算多 但对于鳄鱼来讲 只需要一点点食物 就又可以生存很久了 所以这也一定程度地增加了鳄鱼在河冬天里存活的可能 综上所述可知 正是凭着特别能挨饿的这项本领 一部分鳄鱼才得以逃过大灭绝并存活到现在 值得一提的是 恐龙其实也没有全部灭绝 因为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后发现 现代地球上的鸟类 其实都是由小型兽脚类恐龙演化而来 所以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 在白鳄纪古晋纪灭绝事件中 灭绝的恐龙其实是飞鸟恐龙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 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